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佛丽莎 我是Eason 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揭露一个 真是这种看完之后让我感觉到无比失望的 这样一个计划 嗯 那这个原因呢是因为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这个是北美高手论坛他们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一个组织叫做C40 然后里面有讲到说这些人呢真是十分十分的可恶 他们居然制定了一套非常细节的流程 说到了2030年就不让我们吃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深深伤害到我 对不吃肉真的是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对那其他东西什么不要穿衣服啊 还有什么那些东西 我觉得我都还可以那个忍受 是吗 对但是不吃肉真的是会让我 抓狂 对 而且你说这个吃肉这件事真的是天赋人权吧 以前是不是以色列人献祭他们也没少吃肉啊 羊肉牛肉都对不对 亚伯拉罕养了一大堆一大堆牛 怎么到了现在就突然就说不让人类吃肉了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就一起来看一下 就说这个C40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 这个组织出的这样一个东西真的可信吗 那他们推动的计划是什么 他们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好那这个事呢跟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切身的有非常巨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通过我们研究了之后 我就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那么这个C40呢它其实是什么 是一个城市气候领导力集团 他们这个集团呢是一个有着完善计划 有着雄厚财力的组织机构 由近一百个全球主要的城市的市长 组成的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网络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们目标就是要团结一致应对气候危机 大家听听这个口号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左 到底有多共产 那他们在这个网站上面有介绍 就说什么呢 他们要到2030年的时候 他们致力于要将全球的排放量减半 那当然呢就是拿这一百个城市先做试点试验嘛 因为这就是市长在这里参与对不对 那他们呢要将全球暖化升温的情况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吃肉啊 你要是坐飞机你继续再这么整 那就是你每一年你就是搞不好了 所以你这个摄氏度到底又升多少 所以就是针对我们啊 从我们自身找问题 然后我们去修正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每年可以把这个升温的这个情况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 所以呢 这个事为什么跟我们亲身相关 大家我把这个他们这个网站的链接放到下面 大家可以去查哈 就是你所住的城市有没有在这个全球100个城市里面 但是很不幸我们住的洛杉矶他就是在 在美国呢有14个城市是这个C40的成员 那么这14个城市分别是奥斯汀 波士顿 芝加哥 休斯顿 洛杉矶 迈阿密 新奥尔良 纽约市 费城 凤凰城 波特兰 旧金山 华盛顿特区 还有西雅图 那么他们呢 现在在做的就是在 刚才我提到的啊 全美14个城市里面 包括全球100个城市里面 去执行他们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 为了减缓全球暖化 哦那他们又说 哎我们怎么能减缓这个全球暖化呢 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呢 所以他们就说了 在2030年 现在2023啊 还有7年 说在7年之内呢 要在这些城市中实现 0公斤的肉类消费 0公斤的乳制品消费 每人每年三件新衣服 拥有零辆私人汽车 每人每三年一次 短途往返航班 这个短途是多短呢 就是要少于1500公里 那长途呢 长途没有限制 哎做梦嘛 人的意思就是长途不让你做 怎么能长途没有限制呢 我估计他也有可能 就是他们想的是 按照累积credit这种方式 就比如他说每三年嘛 你可以做短途往返航班 就少于1500公里这样子 那你说每三年 那你说我就憋着 我要去台湾 那你就算算你这往返是多少公里 那每三年你可以有1500 那是不是六年你就3000 等等等等的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猜测了 这个没有仔细研究过 那我们就先从食物的方面看 因为大家 我估计大家都跟我们一样 喜欢吃肉吧 你不管多不喜欢吃肉 最起码 你哪怕不能说什么 就那大肘子你抱着啃 但最起码你说炒菜里头来点肉丝 这是不是基本应该有的一点事 根据他们的研究 他们就说为啥要控制人吃肉这件事 他们就说呀 说从2017年呢 2017年的时候 这个C40这100个城市里面 与食品相关的排放量 就占了消费排放的总的13% 那这13%里面呢 这个有四分之三 就是来自动物性食品的消费 其余25%是来自植物性食品的消费 所以呢 在这个报告里面就写到 就是说如果呀 我们这个C40这100个城市 按照计划慢慢的改变食品消费习惯 那么在食品这个方面的排放量 从2017年到2050年之间 就能够减少51% 那么如果按照更激进的计划进行呢 就是说完全都不可以买肉啊 那么就能还能减掉额外的9% 那改变饮食习惯 是最具减排潜力的消费干预措施 采用健康饮食 健康饮食的意思就是少吃肉 少喝奶 那么将贡献60%的减排量 如果呢 想要减少更多的排放量 那么就减少人群的卡路里摄入 什么意思 就是说让你不吃肉 不喝奶了之后 你已经减了很多排放量嘛 你要再想减这排放量 你就减少你的卡路里摄入 就是说接下来 你可能吃土豆 你本来说一天无限吃土豆 现在告诉你说 你一天最多只能吃仨了啊 你得减肥了 你得嘎嘣瘦 这样的我们才能保护我们的好地球 大家可以看看荧幕上这张图啊 这个就是他们的计划表 就是说在2030年呢 这100个城市里面 如果要是慢慢来 就是说不要让大家那么痛苦啊 达到这个渐进的目标 那就是呢 在2030年的时候 每个人每年可以吃16公斤的肉 喝90公斤的乳制品 那如果要说你就咔嚓一步到位 那么就是在2023年 每个人就彻底跟肉还有乳制品绝缘 能吃到的就是0公斤 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时候 我还在想我想说 哎呀如果这种渐进的方式 好像还好 对吧 一年最起码还有16公斤可以吃 后来我想了一下 你想想你们家又是来人 大家一起说吃烤肉或者吃火锅 你一口气买的肉 就是很多公斤了呀 是吗 是啊 所以一年16公斤 我本来以为说好像还好 但是我现在查了一下 现在我们每个人每年就全球这些人 每年平均吃下来的肉量是264磅 就是119公斤 OK 所以你想119公斤 你缩到16公斤 那是将近10倍 对 而且这还是 就是包括那些素食主义的那些人的那个都平均嘛 而且还有那些贫困国家呀 什么那些非洲就是都没有办法 很多人都吃不上肉的 那都吃不饱个肚子 这些人都平均下来 每个人119公斤 反正就是这样呢 你想那也就是说你按照你现在吃的肉量 给你基本上减去10倍 也就是说你平时我们去吃烤肉 你可以吃到饱 比如你可以吃这么大一盘肉 你现在就是吃这么多 No 那么乳制品呢就更花张 每个人吃的更多 那乳制品呢摊到每个人人头上面 每一年消耗的是299公斤 就300公斤了 那现在他们就是说要让你倒90公斤 那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每天喝牛奶 你的小孩也没有办法每天喝牛奶 这样子 那他们说呢除了要限制食物以外 他们还说要倒这个服装 还有仿制品也要限制哈 他说如果一人一年买8件衣服 那么排放量呢能减少47% 如果要求的更严格 就每人每年只买三件的话 那么这个排放量呢将进一步的减少19% 那汽车也是一样 到了2030年 如果每1000个人里面有190辆车 那么私人交通类别的排放量就能够减少到23% 如果要求的更严格一点 那就是整个城市里面拥有零台私家车 就是没有人可以有你自己的车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排放量就能够进一步的减少到32% 飞机也是 那最极端的呢 就是要求说每个人每三年 才能坐一次短途飞机 这个路程不能远于1500公里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提出的这些东西 是非常非常可笑的 对 就是谁能做到 而且真的是包含了11柱形 全部都在里面 对 全部他都要受他们的控制 对 就这都已经不是说说 你政府管到我们教育的方面 你跟我们小孩讲什么 你吃多少肉 喝多少奶 一年买几件衣服 他们都得管 对吧 所以说到这 我们就觉得特别奇怪 就说谁 而且这还是一大群人 OK 受过高等教育的全球最大城市的100个市长 然后他们手下有很多很多员工 他们制定出这么奇怪的东西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么奇怪的事情 他们真的在乎节能减碳吗 那各位可想而知的就是 这些人没有一个在乎所谓的节能减碳 就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议题一样 政府不可能浪费掉任何一个灾难来控制权力 他们的目的就是完完全全的控制各位的人生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政府 一种是完全执政的 人民完全没有任何的力量 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 想杀谁就杀谁 这样子的政府会封锁新闻 不让人民知道有任何的恐慌跟负面新闻 例如像中国大陆 河南河北发生水灾死了一堆人 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封锁整个新闻 地震封锁新闻 最新的这个磁浮列车 脱轨死了一堆人封锁新闻 他们会塑造一个就是 我们的政府是完美的 国外过着水深火热的一个完美形象 目的是要告诉人民说 好险你有我 不然你们就完蛋了 这样的政府会封锁自己国家里面 所有的负面新闻 然后广推国外的负面新闻 目的是要巩固权力来控制人民 那另外一种政府呢 是多党执政的政府 也就是说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民主政府 这样的政府会广播自己的国家 还有世界的负面新闻 目的是要让人民帮助自己消灭自己的政敌 来控制人民 例如我们才刚过去的这个洛杉矶几百年一见的这个希拉蕊飓风 说真的 我们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看主流媒体 看到他们的新闻的话 看到的是洛杉矶河流暴涨 洪水泛滥 淹没到整个棒球场了 OK 狂风暴雨使得洛杉矶的住户 财产损失严重 他们想要的就是下捕人民 让人民害怕 使用在一个不存在的这个灾难 来让所有的人认为说应该要投票给他们 而且他们会给出政策 让人民可以自以为意 自己以为在做好事情来攻击自己的领舍 目的就跟极权政府一样 就是要来让人民自愿的完全放弃自己的权利 完完全全的接受政府的控制 世界上所有的战争 纷争 人造的灾难全部都是这样的政府 这样的政权造成的 而当一个国家 其实没有什么灾难的时候 他们就是要制造共同的敌人 我们在美国看到什么强枝泛滥 COVID 全球暖化 温室效应 变性人 同性恋自杀 全部都是在被政府利用而已 而反对党也只是想要利用这个执政党 瘋狂的行径来获取选票而已 所以说这些政客政府在上掌权的没有一个是可靠的 那我们其实看到他们定的这个目标是非常非常的疯狂的 很难让人觉得说你这个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吗 就你们一群人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 就说他们这个目标实现的程度有多高 那依照刚刚给出来你给这个数据 要达到这个目标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虽然都只是民主党控制的城市 但是在十一住行上面基本上全部大标的话 就是天方夜谭 除非真的是有受益 然后植入今天 但是就算他们这个样的做 也有人会跟我一样 自己在家里面养鸡兔兔子 你不准我吃鸡肉 不准我吃牛肉 那在自己家杀自己的鸡跟自己的兔子就好了 但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其实要创造一个警察社会 不只是警察社会 就跟我最近才刚看到一个影片 1983年因为一个女的婚前性行为 就可以直接被政府抢逼 不管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苏联的共产党 甚至德国纳粹 都享受过类似的待遇 人民自愿的服从 自愿的放弃自我 认为说我们什么都不要想 只要完全听国家的指挥就好了 但是这样子的国家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我们西方的社会近100年的历史 使用的各式各样的说法就是 一开始就是全球冷却 大冰河 小冰河时期 然后全球暖化 温室效应 臭氧层破了个洞 这些单词他们全部用光了之后 就用气候变迁 事实上就是我们已经从1960年代 这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在使用气候变迁 还有人口炸弹来吓人了 那说法永远是地球完蛋了 地球受不了 粮食不足 OK 人口暴涨 除非 除非OK 你把你的票全部投给我 而且呢 我把所有我需要的权利全部都给我 我掌权之后 你跟你的后代 就是你 就是唯一的生存机会 就算你不在乎你的后代 你也应该要爱地球 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也就是说这一切是一个无解的议题 欧洲已经被这些左派大政府掌控了将近80年了 美国也是不断地往这所谓的地球村靠拢 但是经过80年 左派气候变迁的这个组织跟政治人物的努力 没有一年变得更好的 OK 每一年的说辞都是一模一样 你是不是觉得今年夏天特别热 你是不是觉得今年冬天特别冷 你是不是认为今年的台风特别多特别强 对啦 那你就要把你的票投给我 把你的权利给我 这个样子我就可以拟出一个完美的计划来拯救地球 四年八年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改变 他们的理由就是 都是因为我没有完全的掌权 都是因为反对党在国会里面一直在扯后腿 所以说各位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请你攻击你身边的人 OK 请你攻击你身边的保守派 然后把这个拯救地球的重担交托在我的接班人上面 OK 希拉蕊柯林顿上面 欧巴巴上面 周拜登上面 这个就是他们一直以来的运作模式 只要他们不完全执政这个世界上的议题 就绝对不可能有一天没实践 也就是不可能解决的意思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骄傲的说 我们打赢了气候变迁 我们打败了种族息事 我们治疗了癌症 我们解决了温室效应 他们的说法永远都在改变 目的只是为了要完完全全掌控你的人生而已 对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笑 就是民主党呢 一直都会说 哎呀 你就看这些左派 很多人这个气候变现方面 很激进 很激进 包括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人也是 我以前也认识了 年纪比较大的 好像稍微看一点左派新闻 这不得了了 人多地球受不了了 也不管说 信鲁信了多少年 也读过神学院 他也相信上帝创造的地球 现在就受不了了 你知道吧 然后呢 那这些人到时候就会把 就莫名其妙 就会把所有的这些问题 全部都催到共和党的身上 就是哎 为什么我们 就是今年夏天越来越热 为什么我们怎么 这个又发洪水 又怎么怎么样 只要有点天灾 就全都是来另外一个党 说为什么来他们呢 因为他们不同意啊 对 我们提出要求了 人家不拨款的 你们不投那个同意票 我们怎么做 只要我们做了 龙选风也不来了 台风也绕道而行 我们这个夏天 一年比一年凉 你再到了明年 你夏天就变成像南极一样 对不对 一些所有很莫名其妙的理论 就都在这里面突然产生 那到最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只是政党 在争夺选票而已 而且现在 我觉得大家有更多人 能够清醒的原因 就是因为 其实左派已经做得有点太多了 对吧 就是你看到 他们每个人都在提倡 什么什么 那个变迁 那怎么怎么样 包括像那个澳大利亚 那个小女孩 他到处演讲 还坐飞机 他天天说 哎呀那个气候变迁 我没有节能减碳的 一天不知道 坐多少座飞机 上这儿讲 上那儿讲 讲来讲去的 所以这些人 你就会看到说 你们这帮人 怎么那么虚伪 对不对 你们天天说节能减碳 可是没有一个人 真的在做节能减碳 永远都是在要求别人 你不要再吃肉了 你不要再买衣服了 你一年只能买八件 八件也不够 一年就买三件吧 对不对 你说像我们这样的女生 怎么受不了 一年只买三件衣服 所以其实他们有 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不奇怪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一直在 迫使这样的agenda 这不是说 最近这一年两年 才突然出来 其实他们 早都不好局了 就是说 我到底要怎么去 争夺这样一个政权 那我们在 Covid期间 我们当时有 报道过一个新闻 就是当时真相工程 Project Veritas 他们有一个卧底记者 那个时候卧底记者呢 卧底CNN 我记得是 我们还有翻译过那个影片 那他们当时去 爆料CNN 那个高管说的话 那个时候 CNN的高管 他就讲说 其实这个都是 媒体行业之内 早就知道 我们接下来工作任务 是什么了 好 现在我们Covid 那个时候都还 在家里还封锁 大家不可以出门的时候 说哎呀 现在是Covid嘛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 就是气候变化了 所以其实这些 做媒体的人 他们都知道了 这已经是行业里面 很公开的秘密 就是接下来的 agenda就是那一段 那么更不奇怪的 就是说我们看到 政府的表现 政府好像疯了一样 他们总提出一些 特别莫名其妙 你看到今天说 他们这样一个组织出来 说不让你吃肉 不让你买衣服 其实加州 或者是很多 在美国左派的城市 他们提出的事情 已经让人觉得 没有办法理解 没有办法接受 洛杉矶市 说怎么样 说要停用煤气灶了 不可以用天然气了 你炒菜 你用什么天然气嘛 能做熟就行了嘛 所以我们为了 要保护环境 我们要改成电磁炉 搞了半天招 很多洛杉矶 开饭馆老板受不了了 中餐馆 说不行了 我们这炒饭炒菜 我们就得大火蒙炒 你给我搞成电磁炉 全都变炖菜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左派把我们 逼到墙角 就是从拜登上任的第一天 他停止了 那个Kiss to Pipeline 他上任的第一天 就这样子了 在那之前 油价都好好的 自从他上任第一天 他马上就签那个东西 马上就把这Pipeline 一下一万多个人失业 失业倒不说 油价就从那天开始猛涨 一直涨到现在 你看到洛杉矶的油价 五块多一个Gallon 五块多一个Gallon 谁能想得到 对吧 那你在这个时候呢 政府同时在大力推行电车 对吧 就是说你买电车 我们就给你这个折扣 那个优惠 这个奖励那个优惠 对吧 所以通过让油价升高 然后再给这个 电车的这个折扣奖励 让人们就抛弃油车 就说我不开油车了 油油那么贵 我就改开电车了 所以呢还有像太阳能板 对吧 一直在说太阳能板优惠啊 等等等等 我们国家有多少服务的政策啊 等等等等 我们拨款多少多少 开电车这个东西 真的是很难懂 我自己也开电车啦 你是有点混合嘛 对对对 其实就是你开电车 跟你开汽油的车子 其实你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们烧煤炭发电而已 还是造成Greenhouse Gas 还有这个什么碳排量 还是在升高 只是你在另外一个地方 你不是在碳排量 不是跟着你的车子而已 对他只不过就是说的比较好听嘛 就是你看我的车烧电 好环保啊 其实你这电哪来的 就是烧煤炭 烧煤炭 那其他东西我真的不太懂 但是我唯一看到一个 我比较了解的数据 就是衣服跟食物 衣服方面 我跟大家讲半天 大家也没有办法知道 就是Nylon 666的熔点是268度 然后有40度这样的差别 然后呢在这个制作上还有染色工艺上 成本跟原料的这个废料有差多少 大家听得会很吃力 我讲的也是浪费时间 我们今天就focus在一个大家都可以懂的东西上面 就是食物 刚刚我们提到它就是要完全的控制 但是一定会有人反对 一定会有人强制的抵抗 像我这个这么爱吃肉的人 你怎么可能叫我停止呢 他们现在就想推行的就是禁止肉类食品 理由呢是因为牛会放屁 然后呢牛的屁会造成全球暖化 只要我们停止吃牛 停止吃鸡 停止这些可怕的这个动物的地域养殖场 那么一切就会变得完美了 OK我们就可以救地球了 我们来看一下World Economic Form 世界经济论坛上面 一个丧心病狂讲出来的问题 所以我给你两个例子 一是人们吃太多肉 如果他们把肉的食物割下来 那会真的帮助到世界上 但是人们不愿意放下肉 有些人们会愿意 但有些人们可能愿意 但他们有强度的好意 他们说这个鸡是太脆了 我不能做的 我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对我们知道 我们有这个进入 差异变 我用软件人们有种因素 有些人们有种因素 人们可以用用用力量 我最怕蟲 但是你被咬一下就可以救地球 真有人会相信这种东西吗 我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太坏了 这是坏到一个超出想象 就是说神让你有大脑 可以去了解科学还有医学的这些东西 你居然去用这个研究一个虫 让这虫咬我 说让我不能吃肉 对就是你有听过对牛奶过敏的 你有听过对海鲜过敏的 要我停止吃肉了 其实实在是太困难了 除非我们能让人对肉过敏 对乳制食品过敏 我们要控制人的方法 就是让那些人 让那些东西让人过敏就好了 而且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我们能控制人的饮食模式早就有了 有一种东西叫做Long Star Tick的一种虫子 它咬你一下你就对肉类过敏了 我们可以透过重新制作人 我们可以Human Engineering 人类工程系统来改变人的基因 如果你不服从的话 我就这样一直咬你 改变你的基因就好了 你就必须要依照我们的 我制定的方式来饮食 我们不在乎你的自由 我们在乎的是控制 让你生病 让你变得不正常 也是应该的 因为这是为了救地球嘛 另外一个我们政府也已经开始这个计划了 以下是我们现在纽约市的市长 Eric Adam 在讲台上说他要强制改变整个纽约市的饮食方式 我们观众有住纽约的吗 你凭什么吃牛排 你凭什么吃羊排 你凭什么喝牛奶 你凭什么吃布丁 韩国烤肉有什么好吃的 你们全部去吃虫吧 Right after buildings and transportation One in every five metric tons of carbon dioxide Our city emits comes from food But all food is not created equal The vast majority of food that is contributing to our emission crisis lies in meat and dairy products We already know that a plant power diet is better for you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I am living proof of that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anks to this new inventory we're finding out it is better for the planet 他是要逼着所有人变施洗约翰 没错 对 我们照施洗约翰差一点 就是你要天天喊的 天国进来 应该回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些在上掌权者 不管是说政府也好 或者是这些什么经济论坛的 这些人也好 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意向 对 同样的目标 而且他们真的在实践 对吧 这个世界经济论坛提出来 然后政府去执行 就是这个样子 那或许政府不会说 上来就特别强硬的 谁也受不了 他觉得老百姓也会反对 他慢慢慢慢的 从一些东西 他慢慢慢慢渗透 你大概 其实人很容易软弱的 很容易摇摆的 你大概不需要说 渗透多长时间 你就莫名其妙 就是哎 怎么变成这样了 就当事情变得很严重的时候 你才突然说 哎 怎么变成这样了 但是你没看到 其实在很远以前 大概五年以前 他们就已经开始 一步一步在做这些事情 让你不容易觉得被察觉 所以这就像 龟水煮青蛙一样的一个进程吧 而且像C40里面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资助者 就是Mike Bluber Mike Bluber是谁 就是纽约前市长 对 政府跟国际经济论坛 一起合作 要来控制人民的饮食 还有可以吃的食物 就有人会说 跟你说的一样 说圣经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吗 圣经不是也是 不能吃猪 不能吃狗之类的 你吃兔子 还说你不洁净 对 没有错 但是那是神说的 是为了当时以色列的人 在旷野的健康着想 但是在这里 政府是要强制的 强制禁止贩售 强制的用基因改造人 让人对肉过敏 用一个虫子来改变人的基因 那接下来这个新闻 不是直接有关系的 但是是一个基因改良的技术 就是比尔盖茨的这个投资公司 释放了15万只基因改良的蚊子 到大自然当中 来治疗登革热 还有瘧疾等疾病 然后释放的地点在哪里 是登革热跟瘧疾虐的非洲吗 南美洲的大丛林吗 No 是在佛州 所以各位不用怀疑 他们已经在释放基因改造的东西 在我们生活当中 这已经不是个阴谋论 已经是被证实的东西了 或许 他们有一天认为说 Long Star Tech效率比较差 如果他们可以把这个基因改造的模式 这个让你对于肉类过敏的基因改造 放在蚊子里的话怎么样 各位可以想想看 制造大量的让人对肉类过敏的 用蚊子来改变人 是个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圣经启示录里面那个人脸带着黄冠铃 从地狱里面来那个蝗虫 让人生不如死的 而且还死不了的这种虫 跟这个可不可以有没有关系 不知道 但是对我来说 不能吃肉真的是生不如死 对而且其实你想 如果它要是把这种改变人类基因的东西 放到蚊子里面的话 其实比蚁虫的效率会高很多了 蚊子有翅膀能飞 蚁虫大概我记得是不能飞的那种 它会咬人 所以你说把这种病毒放在一个会飞的蚊子上面 让它去咬人效率会高得多 对吧 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 你出现很多蚊子 大家也都不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 你这个东西真的不好预防啊 不容易预防 如果变成蚊子的话 你说如果要是变成蚁虫 或者是蜘蛛这种东西 你在家里如果看到了 你还说家里怎么有这个 那你就把这个沙虫屁都喷一喷 然后就把它都杀死 对吧 或者是你叫那种专业的储虫公司 你说在我们家外面多少尺 你都给我喷上 就虫子不能进来 但是你说如果要是蚊子 很难预防 你或许去一个朋友家 或许去什么哪里 那夏天就一堆蚊子 你还盯你一口 两个大腿给你盯 十好几个毛就五分钟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难以预防 而且有很多蚊子很强 就是你喷了很重的花露水 它还能咬你 对啊 对啊 不过 它不是说你完全不能吃肉 OK 没有关系 只是禁止养殖场的汉排量而已 就是说还是有肉在那个地方 只是禁止养殖场而已 哦 对啊 比起盖茨是投资的食品公司 而且是用一个基因改良的 而且用人类基因的素汉堡 各位可以去查一下 Beyond Meat整个制作过程 是用一个被堕胎的小孩之后的干细胞 培养出来的肉 等于说真的在吃人肉 这个不是阴谋论 你在吃那个素汉堡的时候 那个标榜就是会流血的汉堡 The Bleeding Burger 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出生就被屠杀的 而且是在实验室里出生的一个婴儿肉 现在被USDA 美国农业部允许可以生产 然后FDA 美国食品药品安全局认可 现在很多美国城市规定不能养鸡 不能养鸭 所以造成这个环境迫害 但是一个用婴儿的基因做出来的甲肉 却可以让所有美国政府部门的认同 那不得 因为Beyond Meat吃起来很像肉 是吗 我吃过 哦 那是你吃过人肉 好可怕 现在印象很可怕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幸福了 然后因为他们打了很多的广告 在电视上面 就说这个是素的汉堡 然后可以什么什么 然后吃起来口感非常像肉的 那我当时就很好奇 因为大家以前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那种素食餐馆 就很多那种素食餐厅 它都是用豆腐做很多东西 对吧 就比如说叫什么素肉 或者什么 其实搞了半仙都是豆腐做的嘛 那你吃起来跟肉 可以说就是毫无关系 你一吃就只要是豆腐 或者是豆腐干什么之类的东西 那那个时候我就很好奇 我想说 那你既然做出这样一个 号称是吃起来很像肉的东西 我当时觉得说 大概也就是豆腐了 一些豆腐 一些菜在一起剁一剁 然后加点汤什么之类的 可以让你一咬 就可能像牛排那样流水 I don't know 所以我当时很好奇 我想说那我就去尝一尝看一看 我忘了是在Burger King 还是Carlos Jr 有出Beyond Meat 然后的汉堡 卖的也不贵 跟正常汉堡差不多的价格 当时一吃我就很惊讶 我就 很像肉 真的像肉 像肉 很像肉 就如果你不跟我说 我不知道它不是肉 你如果不跟我说 我不知道它是Beyond Meat 我不知道它是跟其他的汉堡 有什么区别 我吃不出来 所以我当时就在那里 我就好像想说 这是豆腐吗 我想说这是豆腐干吗 这是什么东西 一直在那里研究 不知道是什么 哇 结果是人肉 结果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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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吃过Beyond Meat 那同样是来自比尔盖茨的 不只是这个样子 现在在实验室里 也可以产出来这个鸡肉 也已经被USDA认可了 未来你吃的鸡肉 猪肉 牛肉 全部都可以不是从动物上面摄取而来的 会是全部是在实验室里面 透过打荷尔蒙放在一个器皿里面 慢慢长出来的 没有生命 没有灵魂 从来就不是肉的肉 只是一堆科学家弄出来的化学纤维而已 这个就是他们节能减碳的方式 但是这些都还是有钱人在做的事情 你跟我都是平民 你凭什么吃肉 OK 把这些高级的科学肉制品给你吃 简直就是浪费 那些是奢侈品 因为这些还是要透过什么 煎牛排啊 烤牛排啊 炸鸡排啊 炖猪肉 才可以做出来这高级食品 对于我们这些平民呢 他们是用什么方针 这个是来自世界经济论坑的 五大因素告诉你 吃昆虫可以喝止气候变迁 是的 你吃蟑螂 吃蚂蚁 吃炸猛就好 施洗约翰 不是也吃炸猛跟野蜜吗 多么符合圣经啊 同样是蛋白质 同样是生物 同样有灵魂啊 对不对 恶心吗 这只是你的感觉在作祟而已 除非你是什么 性别错乱 不然你的感觉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吃虫有什么好处 营养更多 当你吃牛的时候 有很多地方是要被丢掉的 牛的内脏 牛的骨头 牛的外皮 这些都是浪费 你吃虫的时候 你可以百分之一百的完全吸收 一只虫就是一只虫 它的脑也是蛋白质 它的内脏也是纤维 它的外皮还充满着钙质 如果你害怕的话 政府会把它们打成 Typical protein supplement powder 那种蛋白质粉 就是如果你有在健身的话 你吃的那个东西 然后你可以不用害怕的使用 第二个 虫繁殖的能力很强 而且不需要这么大规模的空间来养殖 到处都可以养蟑螂 少了这些运输的费用 更少了这些养殖的空间 你家的充电下也可以养蟑螂 这样子的繁殖方法 可以大幅的减少碳排量 拯救地球 第三个 很多东西是在逐渐死亡的 牛有狂牛病 猪有口体液 鸡有机温 鱼还有什么重金属 还什么的 这样子可能导致整个产业线崩溃 然后食物瞬间减少 但是你想想看 蟑螂 世界末日的时候 核栈炸下来 你都死了 但是蟑螂还是会活着 我们永远都不用害怕没有食物吃 第四个 吃虫是一件非常环保的事情 就跟刚刚说的一样 屠宰场每年丢弃的东西非常多 最后到了文化炉、掩埋场 造成的就是没有必要的浪费 还有环境污染 如果各位吃虫的话 我们就可以大幅的减少碳排量 还有丢弃这些有机物质 这样子对地球更好 更不会制造出垃圾 而且虫也不会放屁 来制造出一些可怕的东西 来破坏臭养成 第五个 你很不能接受吗? 没有关系 你可以慢慢来 一点一点的 把昆虫放在你的食品里面 慢慢的代替肉 你知道吗? 鸡也是吃虫的 牛吃草的时候 也会不小心吞噬掉一些昆虫 这个样子他们才会有所谓的蛋白质 鸡吃虫 牛也吃虫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吃虫就好了呢? 这样子跳过了鸡跟牛 不就是更环保更省事了吗? 甚至直接吃大便就好了 对不对? 反正你大出来的也是大便 总之这整个就是他们的议程 他们的目标 他们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努力 各位 完完全全的控制 我听完这一套理论 我有点无语 是什么样的脑回路 能够想出这些东西来 而且还写出来一个学术问谈 还敢公布出来 你想想这以后这大学生 这毕业论文都写这玩意 那很有意思了 对啊 你会以为这个是我写的这么的 没有 你没有这么高的质量 你想你写不出来吗? 哈哈哈哈 我想他们里面讲的有一些东西 蛮有道理了 就蟑螂这种东西的确很好养 你看就你什么时候养过蟑螂 但是还有一大堆在你家里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而且蟑螂的确生存能力特别强啊 就人都死了 他还活着 反正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想法 然后一般的人是想不出来的 是叫什么样的变态的心理 可以想出来这样子的 就是 有可能是什么那种大学里 就专门研究什么LGBTQ 女同性恋跳舞Siri的那种 什么教授 是吧 你可以吃虫啊 哈哈哈哈 对 那其实对于他们这么疯狂的一个计划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不管说我们现在看到他们弄出来这个东西 我们觉得是天方夜谭也好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们的确看到政府有在做这些事情 我们也的确觉得 我是的确觉得说吃昆虫 就是会让慢慢让你觉得昆虫蛋白质很好 只要他们放足够多的广告 只要他们找足够多的网红 去推这个东西 人很容易很容易被洗脑的 所以就是到时候 不会再为了是猎奇 这个东西好像很奇怪 我去王湖井旅游的时候 对吧 那有卖什么一串 我炸乌龚 到时候不再是一个猎奇 人们会真的认为就说 没关系啊 你看星巴克的饮料里面 也有用那个胭脂虫染成的粉色啊 他也我们其实也一直在吃啊 那你都不知道你在吃虫 你不是也没怎么样吗 你也好好的 你也很健康 我觉得这些事情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甚至他们还有 很有可能用什么四川的 红油火锅料对吧 把那个虫子什么炸一下炒一下 你知道 你这炸一下炒一下 外面再撒上料 你怎么着都好吃了 脆脆的 你吃起来不会觉得说 哎呀一个什么虫子一咬开一包姜 它不会给你这么差的体验了 都是把这个东西做的好好吃的 香香的 对吧 那个炸一炸 然后撒一堆的烧烤料 给你撒一堆的芝麻 给你弄的香香的 把这个东西给你吃 一吃你就觉得说 not bad not bad 好像也不错嘛 好像很像那种什么 那个猪油渣嘛 或者什么那种东西嘛 好像很像烧烤嘛 这个味道 你吃了人多了 电视播的多了 大家都在吃了 你就不会觉得怎么样了嘛 把它放在你最爱的薯片里面 开始给你做调味点 然后就说 我们新出的最新的环保 对吧 里面有昆虫啊 增加你额外的extra的蛋白质 你吃一下身体会变更好啊 你的骨额会变得强健的 等等 以后围骨粒也没人吃的 大家都去吃虫就好 对吧 所以就是这些事儿 其实现在这么看来 并不是说不可能发生的 也不是说一个天荒夜谭 那么只不过看到有一些 他们非常疯狂的这种 实行起来非常有困难 但是我们看到 他们对于事情 有很多的解决的方式 不管是弄很多的虫子 去基因改造 让它咬你一口 让你主动的 就是对这些东西过敏 就是你一闻味 你一碰一靠近 你身上就去红枕了 你就没办法 那你当然就会主动的说 我不能吃这些东西 那么所以对于他们 这么疯狂的这样一些计划 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 其实真的就是 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他们就会normalize这些东西 就像我们跟LGBTQ 恋童癖 他们其实就是在做 用同样的手法 之后我们就会慢慢 开始有一群人吃虫子 之后就会有一堆网红 然后你儿子回家 拿了一袋蟑螂 就说妈咪自我 在学校买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OK 那如果他们真的实践的话 真的创造出来一个警察社会 虽然这是一个机构 但是各位要知道 就是刚刚你讲过 参与的人都是各大 大城市的市长以及前市长 他们会用大量的金钱来去推行他们的方向 就跟索罗斯现在做的事情一模一样 我们要做的事情 其实跟我们一直以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一样 我们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社群 一个可以彼此信任而且彼此帮助的社群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平行的经济体系 还有生活方式 我们要开始学会怎么种食物 种我们自己的食物 养兔子 养鸡 养牛 或许太困难了你要一大片草地 但是当市面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比尔盖茨卖这个人肉 还有这个虫子做出来的蛋白质的时候 我们需要自己自主的能力 当政府规定一年只能买三件衣服的时候 我们要有自己做衣服跟补衣服的能力 当我们没有自由使用大众交通的时候 还有规定我们不能用瓦斯炉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生火 我们要怎么过滤水 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技能 而且人跟人之间要一起合作 不然就会跟文革那个时候一样 人吃人 在我们心灵层面我们需要读圣经 我们要了解圣经的律法跟神的公义 这个世界可以乱成一团 但是我们要有保护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不只是要去购买枪枝 还要训练自己如何安全地使用枪枝 而且保持跟神的关系 就算世界乱掉了 就算世界变得没有道德 我们也要有道德 我们要切记就是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要分别为圣 但是如果我们现实一点看的话 这个计划应该就只是 他们做出来一个很愚蠢的目标 在美国基本上是不可能实施的 很多东西很明显的是违反宪法的 会有非常多的诉讼案 真正要实践这个样子的生活模式 基本上就是要推翻整个美国政府 创造一个极权政府才可以 这个议程看起来 其实就是左派用来拉票的 然后每次选举的时候说 你看这些保守派的人 就是因为你当初没有投票给我 让我完全执政 所以气候才会继续暖化 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是 不要害怕 而且不要退缩 我们要夺回我们的政治 我们要夺回我们的教育 我们要夺回我们的生活 我们要出去传福音 当人民刚强的时候 我们就越来越不需要我们政府来管控 简单的说就是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野荷花 当神让我们刚强的时候 祂不会让我们施造福 祂也不会让我们被政府努力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说有技能 而且大家在一起合作非常非常重要 就让我想到使徒行转的时候的一个生活模式 那也更在这个时候能够让我们实践 谁说我们要爱临舍嘛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很多的时候 我们护照说基督徒要起来 基督徒要起来 而且你在生活中真的要去做基督徒 那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未来的挑战很多了 不仅仅是说你孩子的教育方面的问题 这已经涉及到就是你整个生活方面的问题 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社会上面 说实话我们丧失了很多很多的能力 你问我知道怎么种地吗 我不知道 你问我爷爷知不知道 他知道 因为他的那一代的人他还有种地 结果到了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现在连房子都买不起 更何况说他们那个时候 最起码有自己的屋子对吧 然后你山上有地 或者大家分一分 你有这样一块地 或者你有一个后院 你可以种一些葱 种一些什么菜 种些什么什么东西 你可以养猪可以养鸡 但是到了现在 我们现在太城市化的生活 已经变成寸土寸金 我们没有办法买不起房子 更不用说种地了 我们医生都在学校里面 拿着笔拿着本去上学 现在甚至连写字都不太会了 天天就是在这里打字 英文讲多了 中文也不会 然后英文还没变怎么地 反正就是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的生存能力 其实现在变得是非常非常差的 那所以就是鼓励大家 你如果看到说以后 到了末后的时候 圣经里面启示录写得很糟糕 所以不能不做准备 真的不能不做准备 因为我们相信说 神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而且神给我们启示录 让我们去做预备 就是说你看未来的日子会发生什么 那我们看了之后就说 会发生这些 那我们也相信 神能赐给我们学习的能力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可以去试着去种一些东西 养一些东西 如果你们家条件比较好 你有个比较大的后院 那你就开一片地嘛 你先从葱啊 这种东西开始种起 种葱 种韭菜 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东西 那你可以也有 我看有卖那种鸡笼子 然后你就可以买一些鸡 回来让它开始下蛋 等等等等 家里有条件 有后院的可以这样做 我们有个观众朋友很强 是吧 看到他在后院里面 妈呀 你知道人家还种什么 人家他自己种很漂亮的世家 那世家种出来还是渐变色 我看中国就说 种这么漂亮 真舍得吃吗 但是我觉得这真是我们需要有的一个技能 那如果说你 你家房子比较小 没有什么后院 没有什么院子 买一些那种大花盆 我看有人那个 这么大那种大花盆 你在大花盆里面住西红柿 住个西红柿 那西红柿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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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很多果子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种东西开始 最起码训练自己 让我们有一些生活的常识 我觉得 就是你要知道 你这个东西种了之后 它是喜欢多的水 喜欢少的水 你想末后的时候你又没电又没什么 你上哪网上去查 对吧 所以我也觉得的确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爱彼此更多一点 就是这个是我们能够构建一个基督化的社会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神的家里 你会发现大家非常的单纯 就是有一种单纯的信任 所以你在这种末后的时候 每个人的长处可以发挥 让我们在一起抱团群团 我们可以过得更好一点 那更多的就是千万千万不要丧失信心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现在我们都还有吃有喝 孩子也有学上等等等等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觉得非常的焦虑 非常的焦躁 哪怕基督徒也是 因为大家觉得说 这样一个美国跟神利约的国家 为什么会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大家觉得心里难过 伤心 比如说我美国都变成这样 我还能去哪里 但是我们的指望不是在美国上面 国家你从整个历史上来看 就是有兴起有衰败 不管是多么大的罗马帝国 希腊帝国等等 他们总有崩溃的一天 那我们的盼望不是在美国 我们的盼望也不是在加州 我们的盼望是在神身上 所以这个时候更是考验我们 信仰是否坚定 或者是信仰到什么程度的一个时候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更多的去明白神给我们的心意 更多能够从神那里获得更多更多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喜乐的去面对 所有一切的事情 哪怕我们看到幕后的时候就是来了 敌基督哪怕真的到了圣殿里面 等等等等 我们要保持喜乐的信心 因为我们知道 它只进行到启示录的这里 在启示录的结局是什么样子 真的就是我们一同着胜 所以这个时候要兼顾我们信仰 不管是我们心理的层面 我们精神的层面 还是说我们在生活中的各样的技能 我们都要从现在开始好好地学习起来 真的是让我们从头到尾 做一个遵照神旨意去生活的基督徒 那这样的话 孩子也在我们的身上看到更多神的样式 他们的信仰也会变得越来越艰固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这一集节目信息量稍微有点大 那大家如果看完了之后 你对这个事有什么想法 不让你吃肉 吃虫 或者是我们看到他们所有的这些非常极端的政策 而且是真的政府在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执行 那么你对这个事有什么想法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或者是你希望我们讨论哪些话题 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依特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